大家好,我是大补帖小编 明天9月4号的改版消息,我们现在已经收到最新的这个新闻稿资讯了 那我们简单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明天到底改来什么东西 总共有四个部分,第1个是奇岩城的世界工程站 第2个是全新的文样格兰肯 然后再来第3个,Gamma Coupon,这个也是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重新再次强化,然后赎回你强化过的视频 然后再来第4个是一望之导跟暗影神殿两个这个副本 有做一些调整 来我们先看第1个世界工程站的部分 详细的部分大家自己去看这个内容,你们自己在暂停影片去看 我们讲重点 这个世界工程站就是类似我们现在 曾经参加过这个 世界工程的模拟训练 就是你们那一组的 玩家都可以去参加 然后在世界工程站的时候你可以 使用一些这个特殊的 武器 韩版的话翻译叫做工程武器 我们这边看一下 大家叫龙之契约,然后召唤堕落的林德拜尔,还有三种天灾魔法 这个大家自己去看 简单来说就是用这个工程武器 然后他这边有提到说,玩家达成一定条件的时候可以使用 那这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在 这个工程站里面达到一定的积分 然后你参加去用 然后再来 如果你赢得这个旗烟城的话 这个雪蒙 你可以 收这个承税 那这个承税是 这边有写 所属地区伺服器所有城堡的部分税收 这个就是你收到的承税 那以韩版来讲 最高最高 可以拿到63万赚 这个是 也不是说最高,这个是看每个 每个主别伺服器的这个 课金状况 然后 你们雪蒙就可以使用这个旗烟城地间的这个城堡 就是你们自己 自己使用的 然后 如果你不是一般这个参加工程的玩家 或者是你没有参加工程的话 你可以透过观看模式 用一个类似 GM的这个角度 进去看 看里面的这个工程的盛况 然后再来第2个 格兰肯文样 格兰肯文样就我们之前讲的嘛 就是 大家可以看右上角这个资讯卡 格兰肯文样简单来讲 他就是 针对这个PVP而生的 好,那他简单来说 他就是 增加血量 HPMP 然后增加减伤 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在18阶之后会出现这个 死亡的特殊属性 好,那其他话还有增加一些什么 无微微微减伤 这个大家再去右上角这个影片去看 好,然后 跳过一个沙哈 这边要注意一下 跳过一个沙哈的文样 比较 顺序上比较不一样 然后再来看 第3个 Gamma Coupon Gamma Coupon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期待啦 那我们简单来讲 他这个是赎回你的视频 不过他是这样子 他是 你曾经强化过失败的这个商城视频 然后 去 强化最高 接的那一个下来 比如说我先 冲爆过 加5 加6 加7的耳环 好,那 我在这个 使用这个 Coupon的时候呢 他只会显示加7 就是强化接 失败阶级 最高的那一个 好,然后 他不让 他不是让你直接赎回 你必须要再强化一次 比如说我现在 我当初就会冲加8 爆掉嘛 那我现在 一样再让你冲一次加8 如果过了就拿下来 那如果没过呢 没过就没有了 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完全没有 冲的记录的话 你会直接去 可以去 制作一个耳环 看你自己 制作一个视频 看你想要做什么 这样子 好,然后再来最后一部分是 副本的部分 第1个是爱影神殿的这个改变 好,爱影神殿的调整 大家也可以去看右上角 右上角 我们的这个 资讯卡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好,这边简单讲就是改成 每天 0到8点开放 限时开放 超过这个时间就不能 不能进去 然后各楼层的怪物 强度都增强 然后经验值也会增加 好,然后 一望之导的话呢 原本也是 就是周末开放 现在改成是 常态性开放 就没有在限制 原本是周五 好,然后 新增了这个 一望之导专属的收集品 你可以去换取一些效果 然后 再来 一望之导跟 爱影神殿 两个 都新增了时间的补充宝石 好,那时间补充宝石 爱影神殿的补充宝石 是用 名誉币制作 然后一望之导的时间补充宝石 是用拉动的时间补充宝石 去制作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9月4号改版的一个 重要讯息给大家参考 好,那中间如果有一些比较 讲不清楚的地方 大家可以再去搜寻一下大补帖 或者是在我们的资讯卡里面 有些很多的这个相关资讯可以给大家参考 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先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要帮我们按下订阅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